预约 就这个下面就是到时候那天会有惊喜 所以说你们可以点个预约 因为你点了预约的话 到时候马上提醒你就可以直接点进来 你就会知道 就是在干什么 发生什么事的中 因为我也我也不太清楚哈 我只知道那一天 我们要出一趟远门 然后的话会有其他人 我不是左痞子是因为那个那个 那个镜像的原因吧 可能就是他是反着的 他是反着的 我也预约谢谢啊 给个预约 在发现面前打歌有点不太好 对不对 对不起啊 叫你们 我们怎么可能举席婚礼啊 不说了哈 咱们 已预约 好 谢谢啊 没预约的打 那个 点个预约 然后到时候的话一开播就会提醒你 那天我怕就是很多人错过了哈 因为有有许多就是有很多惊喜 然后我怕大家错过 所以说可以点个预约哈 我不是左痞子 家伙们 因为这个是镜像的原因 所以说 你们看着就像左痞子 但我不是左痞子 在哪里点 这下面有个白色的条条 你就在那点一下 就点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白条条 有啊 一个那个长方形白色的条子 吓人了全品的书片 不不不 每次白大哥在的话 就会这样让家人们鼓励我 然后的话多夸我 让我有自信嘛 但是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日约叫然你 在这上面 一个白色的条 你几岁了 看着好小啊 猜猜我几岁了 快到食物忘了 你吃完快点回家 好的 家伙们 我们再把站在网上点一下 然后没预约的 点一下那个预约 到时候如果有什么 金弦那种 你点进来就直接能看得到 然后我们把手都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一起点到15万去吧 这样的 谢谢大家 食物要有自信 好 我就是 我把这个放 这个放到这边来 数片 二十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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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岁 这个 我爱听 但是的话 你把我说的太小了吧 十五岁的话 不可能了 三十五岁啊 二十二 二十五岁 我预约了吗 不知道怎么预约 这下面有个白色的那个条子 然后你点 点那个预约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 差不多 我是属虎的 家门 我是属虎的 你们 我属虎的 家门 我感觉 可能家人们都不知道我属啥 我属虎的 对对 是的 说我家的小羊 跑到你家园群那去了 不会吧 你骗我没有 我会担真的哈 我会担真的 真的 你不要骗我 因为 我们家的羊 现在本来就跟我们邻居家的羊 放在一起 也没有当图放着 如果你确定的话 我会跟我邻居说一声 但是你是哪里的呀 我再问一下 确定一下 万一你逗我呢 因为我很容易担真 我也是属虎的 哇 真的 对 我是九八年的 我是九八年的 小羊都长大了吧 对 哎呀 都很久没回去过了 这样一说的话 我就想家了 时不时的一下雨 我就想家 嗯 又女儿一样大 哇 我把那个预约再弹出来一下啊 这样呢 你们刚刚是不是有人点不到那个预约呀 我再点一下那个预约哈 我再给你们弹一下 嗯 嗯 等一下 嗯 等一下 嘿 到哪里去了呢 我在这 我再给大家重新点一下 那个 好 下那个预约那个白色条子一弹出来了 乍满 没点预约的点个预约 到时候那天会有很多惊喜 我怕大家错过了 然后你们就说 师傅为啥不跟我说呢 这种就不好了 对不对 有福同享我们 有难的话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单着吧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家们 我喜欢给大家开玩笑 对 你们就是下方那个预约那点个预约 预约成功了吗 家们 预约成功的 扣个耶 15万点到了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大家 预约 点到了的 KV1 你的家乡有什么特产吗 我的家乡有很多特产 有茶叶 有腊肉 有香肠 然后有那个乌莓果 然后的话 还有那个 迷猫桃 太多了 我家乡特产 然后土鸡啊 山羊啊 这些都是我家乡特产 但是腊肉和香肠 还有那个青梅 不是乌莓果 是青梅果 我说错了 青梅 青梅是拿了泡酒的 这些都是我家乡的特产 还有那些菌子之类的 家乡很多 我跟你们讲 以前下雨 比如说 像前段时间也好 就最近也好 如果山上一下雨 就我找过的那些地方 如果那有那个 如果那有那个阳渡君的话 等一下 马上就 马上就回了 这些人是四点东西 没闲心 好 有了对 有那个来了 这里的宝王输出来了 他说十点钟要 十点钟要关灯了 他说没事 你坐这儿的话 你如果这里就开着 嗯 是这里要关灯了 因为十点钟以后 那个有 那个宝王一直寻 寻我嘛 然后他刚刚刚看到这儿还念着 他就进来跟我说一声 他说如果你坐这儿的话 没事 我我就不把这儿关了就可以了 打热了 不存在的 因为我就住 我就住这上面嘛 我就住这里的酒店 所以说他 我要在这里 坐的话 他就不会给我关灯的 我没有在单位 我现在没有在单位 我在这个住的这里 住的这里 今年有腊热的话 二姨他们卖点腊热 我腊热的话 只能冬天下去的时候了 还早着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 明天要上班 明天要上班 要的 谢谢谢谢啊 咱们就是预约都预约上了吗 预约都预约上了吗 对我们没有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 他去他父母家吃饭去了 你这里还挺远的吧 我听说要开挺久的车 你们什么订婚结婚都来了 那是我那是我老板了 我们公司有很多女的喜欢他了 我给你们讲了 就做到我旁边的那个 我的同事 我每天感觉 这是他的事情 其实我多多少少我都差不多知道 然后也经常在一起嘛 工作啊那些 然后我同事一直给我讲他 我就感觉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咋说 这是我坐在我旁边的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 他在那里工作了很久的 女同事 他老喜欢白大哥了 然后每天跟我讲 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对他怎么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个而且他 虽然在公司上班嘛 但是他家条件也很好的 就我同事 他的条件也很好 还是挺好的 他三十多岁了 不是啊 我我的话现在我自己哈 我身边没人 所以我们就一起了解天的这种 我也跟你们 如果今天不是突然那啥的话 我都不可能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感觉这样讲的话 好像不太好 但是的话还好一点就是 你们也不认识我的同事 所以就听就听听就可以了 就每天我感觉 就是说不上来那个感觉吧 不是不是没说 哇 对我也我也没说 我从来不说 我每次都会当一个倾听者 就是我们同事跟我说什么 我都是当个倾听者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 我也我也不说 因为我怕 我怕就是万一给别人造成 没有必要的误会或者是麻烦 这样的话 我怕到时候不太好 所以说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都会就倾听就可以了 如果能帮得到忙的 我就会帮忙 然后其他一些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去说 万一给别人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或者麻烦的话 这样就会 我觉得挺对不住的 你说让我去买个 买 帮忙买个咖啡 或者打印个什么什么 那我乐于帮忙 如果要我去评价什么东西的话 我从来不会说的 因为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任何人 评判任何人 或者是评价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做好 我自己就可以了 然后做好我本职的工作 然后至于能帮到 就是其他人的 我就会去帮 然后 其他的我 我还是就 不太那啥 因为我害怕 对 对 而且的话 我觉得 就我们平时可以聊聊天 然后说是开心的事情 如果要我去聊一些八卦的话 其实我个人我也不太喜欢 去聊一些八卦 因为这些八卦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事实 然后那啥 我去那多嘴的话 这样会显得 我觉得很没有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显得很没有那种 教言还是啥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反正就是我不喜欢去摆一些东西 但是我立心是很清楚的 我立心是很清楚的 注意人际关系 对 我就就是 我很 我很愿意 也很乐意去倾听 每个人的 就是那种事情 然后经过 经历 然后包括他们的故事也好 然后每天发生的事也好 我很喜欢去倾听 然后 但是如果让我给意见的话完全不可能 因为我自己都这个样子 我还给别人意见 那样的话我觉得太糟糕了 所以我从来不给别人意见啊 为什么不录你 就是因为 纯属就是记录 帮我记录这个生活而已 然后 他也是个喜欢记录生活的人 记录生活美好的人 但是的话 六年的话就没有必要 但是以后应该要录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 就是他们是生意人嘛 然后再一点是 也比较成熟 年龄也比较大一点点嘛 然后像我们 就是小 就是女孩子呀 在这聊聊天 然后白板龙门症的话 这适合我 但是并不太适合她 而且的话 就是她 在这里那啥的话 不注意形象 不注意那啥的话 其实对她的事业 然后包括下面的人工也好 或者以后去面见 哪个重要的人啊 人物呀 也好 其实对她都不大 不太好吧 我觉得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就是 我觉得 我只要 我只需要感恩她 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我就是像小女孩种嘛 我就喜欢跟大家聊天天呀 然后白板龙门症呀 这种 谢谢啊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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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结 刷一秒 哇 塞 嗯 就是 对 我觉得 我从来不会去想明天会发生什么 明天会怎么样 我觉得明天要发生事情 其实你就说不定的 说句实话 所以说顺其自然 哎呀 我觉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保持微笑 面对明天 不管她是好是坏 我的微笑面对 我就总有一天她都会好 就是这样的哈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 我觉得都要微笑面对 因为你其实不微笑也好 微笑也好 那个事情就发生在你面前 所以还不如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至少你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你这个人心里的就是那种 自我修养都会很高的 就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 其实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反正每天就是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度过 就可以了 其他没必要想太多 哎 比如说 我明天 工作一定要干的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我要挣多少多少钱 哎 或者是我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 每一天都进自己所门就好 没有必要去预知 就是太多 那种想法在你里面 我觉得 我就是这种心态 就是我觉得 我的心态就是反正 来了就来了 不来也就不来了 就这样 就开心就可以了 谢谢啊 谢谢 我家们就是 还有没点预约的吗 没点预约的下方那个小白条 大家能看得见吗 到时候会有惊喜给到大家 然后你们可以就是点个预约 不然呢 我害怕到时候大家错过了哈 就我就 我也不太会说话 我就分享一下 就我心里面的真实的 内心的想法就可以了 我就想要每个人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就可以了 很聪明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分享 就是不管以前也好 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我觉得就是不忘初心 可能我的那个 比如说穿的衣服 有可能改变了 或者是 我的皮肤改变了也好 什么也好 那只是我的一种外在 但是我的内心 一定永远都不会变的 家人们 身上的衣服有吗 身上的衣服没有 这个衣服 没有 谢谢啊 谢谢 就下面这个白色的那个条子 那个预约 现在还有吗 你们没点预约的 可以点个预约 这样呢 对 尽量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 长白了 有一点 我也觉得有一点白了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养人吧 而且没有天天晒太阳就 养 养白了 但是脖子这些还是有 挺 黑的 这个脖子这一圈 因为在家里那边晒黑的 谢谢谢谢